蒼鼠的便便原來是強身健體的寶品 看下今集就可以知道多點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巨神貓仔 我是巨神貓仔媽咪 蒼鼠細小隻的樣子這麼可愛 但是它們竟然會吃回自己的便便 真是形象燈外 不過原來它們這個舉動是一種充滿智慧的表現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揭開蒼鼠吃便便的真相 在開始之前 我們首先想問一下大家有沒有見過蒼鼠吃便便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記住看最後的Q&A 我們會回答一些觀眾問的問題 是便便 一點點 一開始我們簡單說一下蒼鼠的大小便習慣 好多蒼鼠尤其熊仔鼠都認識可以在同一個位置智慧 但是大便就會到處去 不會固定在一個位置 由於蒼鼠不會控制自己的大便 所以它們可以一直走一直撞 你抱它上手它也可能會照撞 另外因為蒼鼠腸胃動得很快 所以它們每日可以去好多次大便 一個小時數次都可以 不過因為牠們的便便很小粒 好像一粒黑色的米一樣 所以就算牠們有很多便便都不會覺得很噁心 倉鼠當牠們的便便是寶 我們做鼠爐要按屋及烏按牠們的便便 就算倉鼠的便便不噁心 都應該不會好吃 牠們走了去吃 是不是真的心理有問題 首先倉鼠吃便便並不是因為牠們肚子餓 沒有東西吃 也不是因為心理有問題 這個行為其實是倉鼠天生的一種生理機制 倉鼠寶寶會吃牠們媽媽的便便 因為媽媽的便便可以幫助牠們建立腸胃的益菌 而嫁了奶的倉鼠就會吃自己便便 待會我們再說牠們吃便便的原因吧 那是不是蒼鼠見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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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牠們要吃的就是這種軟便 所以基本上一拔出來就會吃光了 不過這樣 這裡說的軟便和肚隔的軟便是不同的 如果你看到個龍四周圍都是給小小自己踩扁的軟便 甚至看到牠拔水 那這些就不是正常牠們會吃的軟便 而是有細菌的便便 很可能是小小患了濕美症 要馬上帶牠去看醫生 講到這裡是時候講一下 倉鼠消化系統的運作 和到底軟便有什麼特別令倉鼠要吃牠 倉鼠本身消化系統比較短 消化速度很快 於是腸胃不夠時間吸收營養 加上在天然環境不是經常都找到高營養的食物 所以就要吃便便重複吸收自己的營養當補品 倉鼠吃的軟便和硬便的外形 質感還有顏色都不同 軟便含有大量未曾被倉鼠吸收的蛋白質 維他命B、維他命K、脂肪酸和抑菌 所以小小一拔軟便就會知道自己在拔補品 然後馬上吃回牠下肚 而大肚或者餵奶的倉鼠 就會再多點軟便來吃 用來補充因為生仔和餵奶而需要的維他命B12和葉酸 所以這個肺物便便回收機制 對倉鼠來說是很重要的 其實這種吃便便的行為 不只是倉鼠會做 兔仔、天竺鼠、樹熊、鹿 甚至乎狗狗都會有這種行為 所以是絕對正常的 說到這裏 你都可能仍會覺得 倉鼠吃便便實在太噁心太髒 但其實在動物界裏 屎平不一定等於髒 有些動物會用便便來霸地盤 有些動物會靠便便找回自己的鬥 有些甚至會用便便來吸引異性交配 所以其實只是我們人類覺得屎髒 但在動物的角度可能是虎 不過這樣 如果你見到倉鼠經常吃自己周圍的硬便 那就有可能是營養嚴重不夠 或者身體有問題 要觀察一下她身體的情況 好了有到Q&A時間 我們選了一條觀眾問的問題 回答大家 問題就是 紅仔鼠用不需要用洗澡沙呢? 大部分紅仔鼠都沒有沙這個習慣 所以我們會認為給廁所沙他們就夠了 亦都因為這樣 我們被Cookie和Donut用沙漠沙 因為沙漠沙是倉鼠 在天然環境經常會接觸的沙 野外倉鼠無論去廁所還是滾沙 都是用沙漠沙的 不過沙漠沙一定要選擇沒有加鈣的沙 因為加了鈣的沙 御水會凝固變成頭 少許吃了落肚會分解不到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問題想問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回答大家 想再了解多些倉鼠的特性的話 就按這裡看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就訂閱和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